新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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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最後一集的收視 一定會再上新高 還有今天的見面會 也能大成功 張立昂開心接下白酒 同時代表三明治女孩的 逆襲 劇組回禮 送上的超輪披風 跟內褲等禮物 希望羅宏正成為 真正的校園英雄 周日華聚焦點 就要交棒給高校英雄傳 我們其實 我們朝夕相處了四個月 然後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 真的很捨不得大家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在台中拍了四個月 劇組人員朝夕相處 感情好 收視也頻頻創下夾擊 如今接檔的高校英雄傳 期許自己要有更好的成績 我們覺得一定可以 就是保持住他們的收視率 然後頂住 千萬不要往下掉 就是要維持住 堅定表示會頂住收視 這一次男主角羅宏正 在高校英雄傳中 飾演一位酷帥的棒球教練 但是要辦起這個教練 可真的不容易 應該不用解釋到要看一壘嗎 不用不用 現在一壘沒人 所以不用看 一般投手辦公 開拍前不只我 其實其他的演員群 也都有一起到了那個 藍明哥的那個 國際棒球場去 接受一些專業的訓練 那當然不敢說自己 接受了一兩天的訓練 就會有多麼了不起 但是這也是電視的魅力 魅力所在 我們可以把這些碎的鏡頭 還有一些我們可能自己本身打不到的東西 透過畫面來呈現給大家 不只做足準備 還利用拍戲空檔到校園實習 可以預見未來可以創下高手師 3D新聞綜合報導